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涛看过你一期节目 讲的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你这共产党啥时候玩呢 大家熬不过去了 大家有点熬不住的感觉 而且认为共产党这么强大 大家伙就这么说 包括现在清理网上的这些普通的人这么狠 看不出任何共产党王的迹象 我们这么讲 整个这一波对头算 一个一年半多了 应该是一年七个月到现在算 是从去年王立军的事情 然后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有人都认可这件事情 对吧 所有人都认可这件事情 王立军自己被审 判了15年 王立军作为证人出席这个作证 指证这个薄熙来 这是我们都看过了过程 都看到 在任何公开场合下 挑剔这一波的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王立军为什么当时 往美国灵馆跑 没有解释 没有答案 包括他自己都没有答案 没有解释 我们跟大家讲过 谁 哥们现在谁 谁比较横的 到秦城监狱 去采访一下王立军 说王立军现在闲情意志 没事写个字啊 什么看看自己的老上司 会不会跟自己住在邻居啊 大家一块喝个茶啊 反正咱俩一块都这样了 不知道 但是我想提出的问题 任何一个人 你问问他 王立军当时为什么想此一招 他唯一的说法 他唯一的说法 他就是保命 他唯一的说法 上北京他也保不了命 上天涯海角 上哪都保不了命 尽管他是中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门户警察 这是我在节目当中 一再跟大家强调的 今天没人能解释清楚 他为什么跑 只能用了一个蹊跷 和当时还太特别的 他没有别的词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从哪来到哪去 共产党死的那天 就像王立军跑的那天一样 没人能说得清楚的一件事 随便他怎么保 随便他怎么玩 随便怎么着都成 一个大活人 一个充满了那种轨迹的人 从最下层的一个小民警 跑到了今天的王立军被倒台之前的位置 哥们容易吗 全国有多少警察 不就出了一个王立军吗 他都贼成那样 他都自己玩都玩成那份上 他都解释不了自己当时为什么跑到美国领馆去 他唯一的解释就是说他谁都不能信 只能信美国人才能保病 只能出此这一招才能保命 所以你记住 他怎么来的 他摆脱了中共 他必须跟共产党说不 他就才能保病 当跟共产党说不之后 共产党都保他的命 习近平保他的命 所以这件事完了之后 我为什么劝大家必须退党退团退队呢 你跟共产党说不 你就保命了 怎么来的 一定怎么去 演电影的 写书的 大家谈话的 一定画成一个圆 演电影里面有一个手法 没有任何费镜头 前面出来任何一个引子 后都一定给答复 人们看起来好看 王立军揭开的这件事情 前面的引子有了 王立军跑 后面这个答复没完呢 所以我劝大家赶快都跑 跟共产党说不 不信你就走着瞧 到时候没有后悔要 最后发生的事情 会像王立军跑到美国领馆的事情一样 共产党就这么倒台了 大家说不清楚 又在情理之中 现在中共的矛头冲向了曾庆红 应该是比较确定的事 网上最新的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中石油贪腐丑闻持续膨胀 曾庆红的侄女转入其中 文章介绍说 中石油的贪腐案子继续发酵 曾庆红的侄女 曾庆怀的女儿曾宝宝 被接卷入了吴冰的中序系的 腐败链条之中 此外年近70岁的曾庆怀 传江得子 他的妻子为38岁的 女艺人梅婷 那如果人家是他的妻子的话 咱也没什么可讲了 对吧 可是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讲说 中央电视台作证说 他的妻子在成为他妻子之前 成为了这个曾庆红的帝席之前 跟这个吴冰 也就是周永康的白手套 同居过两年 而周永康是原来石油帮的人马 人说掌门之人 其实真正的大佬掌门人 是曾庆红 人家是不是一家子 人家是一家子 对不对 我说过亲密无缝 何为一体的 那我后面他介绍了一些细节了 但是比较确定的讲说 他提到了曾宝宝 也就是曾庆怀的女儿 那卷入了整个吴系的人马当中 如果他的女儿曾庆怀转入了吴冰的中序系的系统当中的贪腐案 而他曾宝宝的后妈 梅庭 那应该是曾宝宝的后妈 又跟吴冰中间之间同居过两年 后来成了后妈 那现在这个梅庭又要正在香港生孩子 生出这孩子一定是曾宝宝的弟弟或者妹妹 没法算了 不能再往下衍生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充满色彩的家庭啊 生活很不错 生活很斑斓的样子 放着那种可以获得斑斓的生活的人 那种环境不要 偏要追求什么人权 偏要追求什么做人的意义 在那些人的眼睛当中 可能这些人是傻的 那最新的一个傻子呢 就是王公权了 那王公权这件事情呢 在国际上的影响比较大 苹果日报登的最新文章这么说的 王公权挑战体制遭到刑拘 激怒了网民 文章讲说 国内著名企业家 王公权因为关心民生时政 介入政治事件 而被刑拒 成为中共近期疯狂打压 异己活动的又一个恶力 那王公权现在被关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 而在网络上 人们掀起了非常凶猛的抗议浪潮 文章就介绍了王公权自己了 他讲说王公权早期器官从商 他曾经大学 他是80级的大学生 84年毕业之后 他被分配到吉林省的宣传部 做宣传官员 忘了他是87年还是八几年 他从宣传部辞职出来 那个时候叫还没下海那词呢 他说成立万通 所谓万通七君子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下海呢 下海这词都是后来的 868788 在89 这个时候出来的人 特别到深圳的人 那个时候都是 我们的开玩笑讲 我们都是从淡水游过去 根本没有下海这词 所以最早 实际是最早期的一批的生意人 在社会上闯荡的人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 那一批人 7778 79 80 一直到81 基本上这五届的人 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中间 所以王公权也是那时候的人 文章介绍说 他是内地成功的商人 他投资不少企业 已经成功上市 那本来 那富甲一城 衣食无忧 但他不甘做政治全夫 拒绝与自主 同流合污 所以经常参加公民活动 包括与一些访民一同 冲击黑监狱 那推动教育平等 声援许志勇 及其功盟行动 所以成为了眼中钉 肉中刺 然后他提到说 这一次抓了王公权 而且他的罪名 不像当时 像抓薛蛮子似的嫖娼 不是 直接是冲着他过去的 为普通人 名不平的行为 而吓家伙 所以就变成了 一时激起千层浪 那网民们 联署声援王公权 那这是一个 我们看到的故事 而王公权自己呢 他是一个佛教徒 那我也跟大家介绍过 在他这次被抓之前 在六月份的时候呢 他自己讲自己 闭关一个月 他内心的平静 和他平和主义的做法呢 跟中共打压他呢 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苹果日报的 文章的介绍 与此同时 美国之音有另外一篇文章 美国之音的文章题目 这么讲的 海内外联署 敦促无条件释放王公权 文章讲说 自由派学者 联名的这个联署 发出要求 那这个要求呢 在短短两天之内呢 有六百多名 海内外人士 响应签名 那这一份联署 是由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 刘苏里 传制航社会经济研究所的 创办人 郭玉散 和媒体人 孝鼠 星期五发起的 当时发起的 这个联署的名字叫做 关于王公权先生 被刑拘的紧急声明 那声明里提到说 希望当局 不要激怒社会 不要再制造仇恨与暴虐 萌芽中的公民社会 正遭到全面打压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 最危险的时候 那他后面也提到说 又把王公权的事迹呢 跟大家介绍了 那同时他讲说 王公权在这个新浪的 微博上的粉丝 有超过了130万 但他的账号已经被注销了 而王公权的名字 也成为了敏感词 所以应该讲他是 王公权真正要以 政治方面的概念 就是说 以他所致力于 推动公民社会的 这样的罪名被治罪 他真正被惧怕的 应该是这一点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